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, 我們這一集繼續同大家跟進一下何太和何白事件, 我們看到幾個新的資訊, 第一就是梁思浩分析TVB為什麼最後一集去偏幫新何太, 還有另一個新聞提到何太竟然因為一個原因看不上李隆基, 然後林作在這個時候又跳出來, 還說要宣布跟新何太發出合作要約重金禮聘, 看看這些新聞講什麼, 梁思浩在他的節目講到, 東章西望和城市追擊都是出自同一個名導演, 根據以往的製作節目經驗, 認為東章西望一開始對何白事件只是當細料做, 所以當時派出採訪經驗不太豐富的魏柏豪過去做採訪, 他以做城市追擊當年的經驗做例子, 他說大的料, 損打損殺一定會出街, 當年就會找安德專或知叔去做, 因為他們出去拍一定要給採訪錢, 所以一定會出街, 如果單料有機會不出, 就會找些年輕人去, 他說當年城市追擊都有第三代、 第四代和第五代, 所以當年梁思浩、安德專和竹文君負責採訪大鳥, 這個時候他繼續講到, 拍了不出街就叫人頂住先, 拍完回來看下好不好看再決定, 所以他分析, 這但一開始就不算是大鳥, 所以就找一個男仔去拍, 後來大了, 就找回一些一線主持, 譬如梁敏巧那樣, 就轉回來做主持去訪問他, 另外他們就說, 梁敏巧訪問可伯夫婦時, 新何太就安排在何生, 和梁敏巧中間, 網民認為是刻意隔開, 梁思浩就說, TVB的做法是保護主持人, 說城市追擊導演好小心, 因為有機會是遇到傻的人, 所以安排的時候, 在耳製邊跟他們說, 坐開一點點, 剪回影片就可以了, 怕他瘋起來攻擊主持人, 吳家樂提到, 怕他出錯大腿, 而梁思浩繼續說到, 要讚東張, 怕有什麼事會影響主持人, 所以中間隔了一個, 因為我們對面的是陌生人, 同時, 現在外界又覺得, 東張西望為何最後會偏袒新何太, 梁思浩就以當年鄧氏增產案做例子, 去解釋背後的原因, 當年城市追擊, 相對今日看真點, 是較為偏幫長嫂, 跟新何太的情況一樣, 梁思浩又說要均真點, 沒說幫不幫誰, 說你日日夜夜當年要用長嫂, 長嫂一毫子都沒收過你的, 但又牽涉其他人, 因為要對付子女, 而那邊今日看真點, 訪問十三姨和子女又扔東西, 你又要訪問他, 他有權不理你的, 所以當年是點都要mark著長嫂, 梁思浩講到明, 說目的都是為拿料, 訪問那個人都不是簽約藝人, 他不一定要幫你拍的, 說經常都要走過去哄長嫂, 所謂的哄就是跟她說, 長嫂啊, 兆專小艾那邊不斷說你, 然後長嫂就說我不想說了, 不好了, 不停哄她說, 就說這樣啊, 對你好不公道啊, 你要發聲啊, 要哄她說話。 而之後梁思浩就提到, 說TVB跟辛何太今次是雙贏啊, 如果辛何太和何先生覺得東章站在他們那邊, 覺得幫他們的, 那他就站東章那邊咯, 其實雙贏啊, 他說東章的贏收是, 何先生有發言權, 變成了整間電視台去撐你啊, 其實他都覺得沒錯的, 因為當時拍可白單事, 其實就是2月份那時的, 不過擺了好久才推出來, 可能是叫做, 等到李隆基單事沒有熱度啦, 就找人來接力啊, 這樣就可以做得到李隆基2.0這個流量啊, 反正都拍了啦, 不如出出來看下有什麼料啦, 怎知整個輿論就集中了可白這一單事, TVB在這個時候就成為最大贏家, 但自從可白這單事出來之後, TVB的股價可以講得上是直線上升啊,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, 拍多幾集都無可厚非啊, 所以現在他這樣講完, 我都理解到為什麼呢, 他是叫做幫何太啦, 因為如果不幫他的話, 陣間你走了去其他電視台, 或者是去了其他網台拍, 那怎麼辦啊, 那我一定要記住你啦, 講來講去, 其實那邊都是要維修事的嘛, 那你睇到他那個展輯都是啦, 那個預告當時還以為啊, 他兒子啊, 在這裏罵他兩夫婦啊, 怎知原來不是, 原來是支持, 他媽媽繼續和可白在一起的, 那看到這裏, 你都知道TVB在做什麼啦。 那還有另一個新聞, 另一個新聞呢, 竟然提到李隆基啊, 那何太的大音帳號, 在一個禮拜之內, 就已經由兩百人的粉絲量, 暴增到去萬二個粉絲啊, 那雖然啊, 那粉絲量增加了, 但是如果你以國內的網紅的標準去看的話, 其實這一個增加數量, 不算得上是好強的, 那只不過呢, 是叫做有增加咯, 正常幅度來的, 因為他現在咁紅啊, 那你有這個這樣的數量, 我覺得是正常有合理的。 那原來啊, 那何太啊, 在他自己的抖音那裏, 就做了回應啦, 那同些網友啊, 在那你問我答啊, 那最近出現失眠的狀況啊, 就搞到可白都好擔心, 那有網民問他為何不選李隆基啊, 那何太即時好激動的回應啊, 說我啊, 都看不上他啊, 同我無感情基礎的人啊, 就算他有一個億啊, 我都不會望他一眼啊, 另外, 他亦都認同的網民所講的, 說李隆基的未婚妻王青霞後生過他很多, 因為基哥的老婆年齡上比他小, 亦都沒有生過兒子, 他身材好, 是好正常、好正確的。 那後來亦都有網民問他啦, 是否找過有錢的阿伯結婚好像他那樣呢? 那何太啊, 就突然之間大爆可白的財政狀況啊, 他說自己老公啊, 現在是一個窮人來的, 然後亦都有網友在問啦, 有沒有曾可白子女破壞他的發達大計啊? 那他就簡簡單單回應了兩個字, 就是沒有, 然後他一再強調, 是我老公一定要拿回來, 說450萬不算得是些什麼, 萬一個老公身體出問題, 那些錢都不夠用。 大致上呢, 就是講了這些這樣的東西啦, 那當然啦, 公開講, 怎能夠講, 說憎恨可白的子女, 給老公看到都不好的嘛, 不過啦, 說450萬, 就一定要拿回來啊。 那你見到他好可愛的, 其實之前收到的消息, 就是說何太已經是有公司跟他合作的, 不過有沒有簽約就不清楚啦, 因為對於這些公司來講, 何太同可白這個熱點, 只是一次性的用途, 我所謂的一次性, 就是一段有限的時間裏面, 這兩個人會好有熱度, 但是這段時間過了之後, 這兩個人好難去吸引到人持續去看他們, 所以現在, 你見到他鋪影片都是的, 是一條過流量低過一條的, 那一個訂閱增加的速度也慢了很多, 其實他這樣是消耗自己的流量, 如果TVB他們那邊的報導, 還未出來的話, 何太同可白好快就死流量的啦。 在這時候, 香港的秋水王林作也都說了, 說宣布正式向何太發出合作要約重金禮聘, 看他怎樣回應, 敬請密切留意。 那說真啦, 你如果是找他邀約合作, 你是可以做到些什麼呢? 你是想幫他去做些什麼呢? 提供法律意見給他? 幫他追回450萬元? 還是有錢大家找, 用他現在的熱度去順便帶起自己呢? 因為這件事他最想做的應該就是要雙贏, 如果做不到雙贏, 沒有太大的利益的話, 簽他回來是沒什麼用的。 但是以何太現在在香港的形象其實都算差的, 一個這樣的流量拿回來, 對你未必好事。 為什麼人家大陸那邊夠膽去找他做直播呢? 或者是大貨, 為什麼呢? 因為大陸和何太的價值觀一樣的人是非常之多, 這些獨雞湯是有很多的粉絲, 不止獨雞湯, 甚至乎這一類的女人也有很多。 他見到你成功了, 只不過是人家的子女閘著你而已, 那你到底煲什麼湯啊? 或者那些湯有什麼厲害可以令到一個70多歲的老人家發聲啊? 說真的, 你如果是給一些壯陽的湯包, 或者令到阿伯精神爽利的湯包, 一定好賣很多老人家落單。 後生子女不會賣你醬, 有些年紀的又想找個好龜叔釣金龜的可能去買你的湯包啊。 我之前都說了, 他們如果是能夠做到你買幾多個湯包, 我就分享一件什麼事給大家聽, 只要數到數的話, 我就兌現承諾, 這樣一定可以賣到不少數量的, 但是退貨這件事就確定不到會不會退了。 還有, 這湯包到底是什麼湯包呢? 都要看下內容是什麼。 不過照我剛才這麼說, 他們, 我自己理解成是一次性流量來的。 這一波, 可能東張西望播完之後, 之後就不會再有新流量了。 因為你來來去去都是這樣, 除非東張西望找到可伯的五個子女, 如果你找不到那五個子女, 或者找到新料出來說的話, 就沒有太大的吸引力了。 就以現在這麼說, 可伯和他老婆的關注組, 好, 現在來來去去都是拍他們的寫真出來。 他兩個天天在街道走來走去, 好像故意給你拍到那樣。 那說真啦, 正常人呀, 天天去街的嘛, 你不累的嗎? 哪有這麼多地方去呀? 香港人不是沒去過沒走過, 你們住了這麼多年, 還這麼周圍走來走去, 太過刻意了。 以我聽回來的資訊, 就疑似是有人幫他們拍照的, 那拍完之後就放上網, 就繼續保持熱度, 可能都在等著新一波的流量爆發, 然後信息直播啦。 這是聽回來的資訊, 真不真就不知道, 因為最後這些計劃, 可能很多事都會胎死腹中的。 但無論怎樣都好啦, 我都想睇吓到底林作有什麼大計, 和何太合作呀。 今晚睇吓林作宣佈什麼, 到時再和大家更新呀。 我們今集和大家睇到這裏先,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。